还在紧张的调试主板 大家好 我是A叔 我们终于失格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又见面了 我今天也是为了兑现 大家承诺说10月份 我们会发出一些进宝的消息 首先第一点就是 Ionio创始人版的外观结构已经确认 配色还在保密期 可以透露的是 正式发射后会提供多个基础配色 以及配色定制服务 好的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掌机 首先就是上面我们有三杆键 这个是开关键 这个是一辆加 这是一辆紧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3.25毫米的耳机插口 这里有两个Type-C 这是散热器的触风口 下面这里有一个Type-C 好 现在我们开机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纸灯 再给我们今天就开机了 好 这是我们的logo 好的 首先我们的处理器是450U 这个大家也是早就知道了 我们安装的内存是16G 16G双通道 而且是LPDDR4X里面最高标准 速度是4266 然后是5点触控的这么一个触控屏 我们这个内存系统会默认的划给集成显卡 0.5G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用的是15.4G 好的 下面我们跑一下鲁大师 评测完了 我们的分数还是很高的 是26000多份 不是是26万多份 好的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部的结构 首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手柄要是坏了怎么办 大家看到这里可以非常放心了吧 我们的两个手柄的电路板 它跟主机的板是分开的 是独立的 所以说它更换起来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振动电机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肩键 肩键的力板或者叫耳朵 这是我们的排线 当然这个排线是临时的 将来的话我们亮闪板会是专门打的一个排线 走的会非常紧张整齐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纯铜的散热器的棋片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这个是个风扇 然后我们里面有两个纯铜的热管 然后这是我们的电池 这是我们的SSD 然后这是我们的各种接口 我们这个电池 把它扣出来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振动电池有12个线 然后这个SSD下面呢 会有一些其他的球阶芯片等等 这个呢是我们的两个喇叭 好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风扇拆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风扇还绑得很线 好的 看我们这是两个5.8的通管 然后这颗我们这个Mousebit的扇拆 也会覆盖一些如散热的桶 然后这是我们的内存 下面是一颗450U的这个CPU 好的 基本上就是这些 好的 我们现在对比一下这个Switch的大小 看尺寸差不太多 好的 第二点就是 现在我们的这个硬件性能已经达到了工程团队的要求 无论是这个分辨率 然后应用程序的流畅程度 还有拓展接口续航和充电速度等等都达到了预期 而且重量也控制在了我们说的这个650克左右 实测呢躺着玩也不累 现在还有一些细节需要继续优化 目前的问题是样机并非模具生产 按键形成啊 壳料质感啊 RGB灯效啊 包装等等 我们希望玩家拿到手后感到的是惊喜 现在说第三点 阿亚将参加下个月 也就是11月14日至15日 上海施博馆举行的VPlay游戏展 A书会亲自到第34号 阿亚NEO的展位 我们会带上三台BET测试机 给来参会的玩家在他们在线下体验 这是阿亚掌机首次公开亮相 能来的机友 可以在群里告诉A书你们想玩游戏 A书会选一些合适的 提前准备好 然后展会官方提供我们10张赠票 大家视频结束后可以到微博转发参与 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B站 还有官网等等各种媒体 好的 感谢各位的关心和支持 今天BET测试进度汇报完成了 下场发布视频和打签链接 将在11月7日和大家见面 好吧 现在A书会继续去拧罗斯了 拜拜